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女生必备的神器 Albert族尺码抗军无痕内裤 有需要的小仙女请自行在简介点击某宝链接 10月4日是甘比42岁的生日 她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多张礼物照片庆生 她的好友们都纷纷送花送蛋糕 三个孩子都为她送上生日祝福 画面温馨美好 可以看到甘比收到的礼物基本都非常精致 捧花色彩鲜艳,蛋糕造型独特 还有手写的贺卡,琳琅满目一桌子都几乎放不下 甘比13岁的大女儿刘秀化给妈妈亲手做了一个巧克力蛋糕 很清楚妈妈热爱巧克力的喜好,手巧又贴心 是妈妈的小棉袄 9岁的二儿子刘仲学则做了插花送给妈妈 花瓶是一个可爱人偶的造型,童趣十足又吸睛 虽然可能没有那么昂贵,但甘比依然非常喜欢 三岁的小女儿刘秀儿为甘比送上一段钢琴曲 小朋友穿着一身白衣十分乖巧,琴键上贴着各种字母和数字 想来家里对她学钢琴的要求着实非常严格 不过甘比的丈夫香港顶级富商刘鸾雄并没有现身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繁忙 据悉,甘比和刘鸾雄从上世纪开始传绯闻 2002年甘比加入刘鸾雄的公司工作 于2008年和2012年分别生下一女一子 成功在和吕丽君的征服战中胜出 于2016年正式尚未成为刘太太 实现了从小余季到豪门贵妇的华丽逆袭 刘鸾雄对甘比十分宠爱 在和对方相恋后 陆续送出各种昂贵的珠宝、豪宅以及现金 使甘比直接成为香港女首富 希望她们能白头偕老吧 图片来源与网络如有侵权 联系删除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